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孟婷頒上此次斷考的數學成績 指以上累積次數分配曲線是這個 好 那我試求第一小題該頒人數 我們看這個是以上累積次數分配曲線 就是說40分以上的他要50人 最低分的話是40分 所以40分以上的話就是全班人數 所以他全班人數是50人 好 那這樣我們看第二個 第二個他說中位數落雲的哪一組 中位數就是第25個 第25個的話 這個70分以上的是28 然後65分以上的是 75分以上的是28 85分以上是16 所以這個第25個的話 這個第25個的話是落在什麼呢 落在這一組 70到80分 我落在這一組 因為80分以上的是16個人 70分以上的是28個人 也就是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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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第16名到28名之間的話 是落在什麼呢 落在70分到80分之間 那第25名的話當然是落在這裡 所以是70到80分之間 好 就是這一組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眾數 眾數落於哪一組 那我們就看看 哪一組的話 他的人數最多 比如說 比如說這一組 90到100 90到100 這是6人 然後呢 80到90 這幾人 這是10人 80到90 10人 然後70到78的話 28-16 是多少 是12人 只有12人 然後呢 60到70的話 這個呢 這有9人 37-28 這有9人 這有幾人呢 50到60分的話 這個多少 45-37 這多少 這個是8人 這是8人 這是5人 所以最多人的話 48人是在哪裡 在這一組 70到80的話 人數最多 就眾數呢 是在這一組 70到80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四個 第四個 他說 不及格人數 佔全班的百分比為何 不及格人數的話 有幾個 就是說 六十分以上的 他有什麼 他有三十七個 全部的話 五十人 扣掉幾個人 就是六十分以上 有幾個 三 有十三個人 有十三個人 不及格 佔全班的百分比多少 就十三嘛 出於五十 乘以百分之百 好 這邊也掉了 這二嘛 所以喔 二十六%的人 是不及格的 出於五十三個 就是四十五個 感谢观看